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15.3 我们来欣赏 在Android框架里头的 这个Facade模式的应用 那我们现在 先来看简单的翻例咯 在上一节呢,我们从Adapter谈起因为 Adapter呢 它是提供这个接口 那么跟Facade呢 是提供文明 那么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已经从Adapter 一直谈到的这个Facade的pattern 那现在我们就要以实际的翻例 来说明Facade的pattern咯 我们要以二进制的加法器 就是 这个 Binary的Add 来当一个例子 说明了如何应用 Facade的pattern 来把这个 一个 C的 类把它包装起来 那我们的用意 就是希望呢 未来 我们有了Facade的概念之后 那我们会 这个善用 这个zmi 就是 因为Android的一个特殊点 就是 它是 上层是加瓦的 然后呢 底层是 C或C++的 OK 那 因为 Android是开源开放的平台 所以它的硬件 会不断的 百花齐放的成长 比如说 通信上面 就会有蓝牙 有Zigbee 有这个 NFC 等等的这个通信的 模块 就是硬件的模块 所以呢 在这个C++层呢 有很多这个细节 都是跟硬件的知识有关 所以我们会把复杂包容在这里头 那复杂包容在C跟C++的时候 那我们就 啊 会很重视的 透过GNI 来提供 一个 啊 简单的Facade 一致性的JCO 让这个Client 啊 Java的Client 可以 啊 大家透过 一致的JCO 来使用 这里头的 C的服务 那在使用服务的过程当中 我们尽量的保持 Java跟C++的 这种 啊 Lose Coupling 就是它的独立性 啊 那这也就是刚刚 Facade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用意 就是 那让这个Client 跟系统之间 产生了 这一个 低度的 相依性 所以呢 在Android里头一个很特别的 结构 就是 我们让 Java 对不对 成为 Java的类 成为这个 C跟C++ 底层的这个subsystem 提供服务 的一个Client 啊 这边 底层C++ 变成Server 上面变成Client OK 那就是 在Android里头呢 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所以我在这一节课呢 就特别以这个当例子 来说明 啊 啊 我们应用了 Facade pattern 然后 创造一个 在Android里头呢 啊 一个Java层跟C++层的一个 美好的 一个架构 OK 之后呢 让这个C++这边可以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那因为 在C++这边 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意味着 他可以 啊 整合出 更多更多的硬件 也就是让硬件 有更多的 变动的自由度 因此呢 这就是让我们的 终端 的一个软硬整合产品 不断的产生 独特性 不断的产生 创新性 的一个源头 那这个源头呢 就是我们 把Facade pattern 跟Android的 一个特殊的 啊 一个结构 啊 把它组合在一起 对于我们 在开发的一个 终端产品呢 就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我特别呢 把这个 C的部分 把它凸显 而不是 一直停留在 Java层而已 OK 但是 在这一开始呢 为了举例的方便 所以呢 有些部分 我暂时 这个部分 先用Java 写着 先把这个东西 提升到Java层 然后 先把它 做个示范给你看 之后呢 再把它压进去 把这个 压到C++层 所以第一个方例 我现在有举两个方例 第一个方例呢 都是把 啊 这一个 C++里头的工作 把它 用Java来写出来 让你比较容易 了解 到了 第二个 啊 第二个方例的时候 我就真正的 把它写到C++层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要来 啊 写一个 AP 写一个APP 就是Java的 然后 希望他可以来 用这个C的 模块 然后把很多 啊 细节的 运算的细节 都把它包在C里头 有没有 啊 所以让C 可以提供 我们希望 提供 简单的接口 一致的接口 包容的 全本万化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 怎么来 实现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那我现在 有一个 这一部分呢 应该是用C写的 只是我这个 为了让你呢 能够看出来 它的逻辑 所以我暂时用 加法写 啊 好 那到第2个例子的时候 会把这个东西 押进去 到细加加里头去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这一个 写一个Kine 那这个Kine呢 直接 啊 这边 你看New 啊 Half Add 就是New 这个的对象 然后就可以调用它 所以呢 首先 这里头呢 就是 先New它 然后呢 这是New 然后呢 才去call它 call这些函数 OK 那就是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结构 一个结构就是 啊 这样而已 所以这边 来New 这个Add 然后呢 这个 就可以call它的Round call它的 这个 getCarry getSum 那这样这个代码 就写完了 就写完了 在这个范例里头呢 Cline 就是这个Activity 直接使用的 这个J 那这是不好的 啊 这是不好的 因为会促成呢 这两边的 相异性的提高 啊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 可以加上一个 啊 这里其实来讲 可以成为Adapter 更适合一点 等一下就会变成 Fasad咯 啊 变成Adapter 所以加上一个Adapter OK 啊 那这个Adapter呢 啊 就直接就来call这个C 有没有 然后他把这个接口 封装在 这一个 啊 Adapter里头 那提供 你看改变的 原来的接口是这样子的 现在改变成 New Object Calculate 啊 所以他还是一样 来call 来new它 啊 来new它 之后呢 就call它的 啊 new object 第一 那call它new object的时候 他会来new它 之后呢 就可以啊 call它 然后 可以来call这边 做运算 OK 那这个就是 加上了Adapter之后 所以一般而言 Adapter类的用意 是封装某一个 类 比如说 HalfA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未来 HalfA的常会会增加 新的类 使得呢 HalfA的逐渐变成一个主系统 那这个时候 Adapter就变成Fascade咯 啊 就是 这边如果一直变大变大变大 这一边就直接变成了 啊 逐渐变成Fascade咯 OK 啊 因此呢 这一个你看 这边有增加增加的时候 这边就变成Fascade了 就变成一个四合院咯 就把围墙建起来 啊 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Fascade的形状就出现咯 所以呢 当我们把焦点摆在接口的转换的时候 那 这一个 啊 这一个类呢 就扮演的是Adapter的角色 当我们把焦点摆在这个未来会变成复杂的子系统的时候 那这一个东西就变成Fascade咯 所以呢 啊 这一个 啊 这一个到底它是 啊 啊 Fascade还是Adapter呢 它不是以生寄来的 而是随我们的焦点跟观点的改变而定咯 也因为这样 让我们创造出各式各样 啊 各种的设计结构 啊 因为我们的观点 决定我们的设计结构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学了越多 掌握了越多的Design Pattern 我们就会设计出更 啊 更好的 基于更好的观点 聚焦于更好的焦点 而设计出更好的软件系统咯 啊 现在就来写一个应用程序 啊 还是一样 暂时用加法来写 代替C OK 啊 让你凸显一下 这个结构 所以呢 我们就有一个 啊 啊 增加了一个 这一个Facade咯 啊 这个是Facade 那这也是一样 这是用C的 本来是想用C的 现在暂时呢 用Java写 啊 所以把它加了 这一个 加了Adapter上来了 所以它会 啊 这一个 啊 会去 啊 New Object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过程 啊 啊 首先呢 啊 这边 会来 啊 这一个 我们等一下 先看A701好了 它应该会先 Nu这一个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会扣它 啊 啊 这是第二个 然后呢 第三个会扣它 OK 好 那我们先看 A701 啊 A701 好 A701呢 所以第一个动作 啊 先做什么 啊 啊 它 这里的 直接就调用 它的这一个 静态的 函数 所以这个静态函数 是New Object 所以就不需要 先New 它的对象 哦 啊 所以直接 啊 就 啊 去 调用 这一个的 New Object 啊 就直接 啊 在这边就直接调用 啊 这一个动作就没有 因为直接用它的 啊 这个是一个静态的函数 所以直接用类名 加静态函数 就可以啊 让它产生一个 这个New Object的动作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 这一个 啊 你看New Object的时候 就就New一个 Half Add 啊 New一个Half Add 那之后呢 就可以调用 你看它这里是先 啊 扣这个静态函数 来产出 产生一个 这一个 Object 然后呢 再来调用 它的Calculate 啊 Calculate 好 那调用这个New Object的时候 它就会去New 一个 啊 Half Add 就New这一颗 啊 New这一颗 NewC的 这一颗 New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在扣Calculate的时候 就会去 啊 这一个 扣这个对象 啊 扣这个对象 啊 的这一个 啊 扣这个对象 啊 的这一个函数 OK 啊 所以它先New了之后 啊 它就把这个对象送回来 等一下再扣过去的时候 再把对象丢过去 啊 啊 这个 所以呢 啊 这样就写完了 那么这个Fassad的 类就是一个门面 它是虚的 幕后的房子 才是实的 所以Fassad的 组建呢 塑造出一个 C的空间 能容纳 必须实的 啊 类 使用的类呢 具有高度的 变化自由度 随时可以 抽换掉 啊 这就在讲 这一个 啊 我们啊 这一个Fassad呢 创造一个空间 然后容纳 这个实的 啊 在这里 都是这个实的 所以随时 可以把它 抽换掉 啊 那这样子 我们就随时 可以把C 跟C++的部分 抽换掉 因为啊 抽换掉C++ 跟C的部分 常常因为是 硬件啊 被抽换掉了 所以硬件被抽换掉 我们C跟C++的 模块就被抽换掉 所以我们如果 透过Fassad 能够创造 C跟C++的模块 更有高度的 这种 变动自由度 那也随着 随着啊 提升了 我们硬件的 这个变动自由度 所以呢 对我们硬件产品 对软硬整合产品的 一个独特性 它的创新性 就非常有帮助了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产生了 一个整体的啊 变动自由度 就是我们随时 可以把10的类 换掉 那10的类 是对应到硬件 所以随时 可以把硬件 啊 筹换掉 因此呢 可以让我们的 软硬整合产品呢 随时保持高度的 这种啊 自由度 啊 新存代谢 独立成长 那么软件呢 跟硬件 就会生生不息 就会不断的创新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啊 一个多层的 一个啊 Fassad的模式换例 就是啊 Fassad呢 可以像四合院里头呢 大的四合院 包容小四合院 所以呢 就可以在创造 一样化古鲁 刚刚我们已经创造了 这一个东西来包容这一颗啊 那我们也可以再加了一颗点C的 然后也在包容一个比较小的Fassad 那这样构成一个小四合院 那放在原来的大四合院里头 有没有 啊 就是我们原来只有这一颗跟这一颗啊 一个四合院里头只有一个门跟一个房子 现在又多了一个房子 然后又多一个小四合院 啊 那这样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OK 那这叫做 啊 树状结构 或者都成的 这个Fassad的Pattern 啊 都成的 啊 好 那这一个整个的动作就是做这个二元印算啊 做二元印算 二元印算就是 一加一是零 然后啊 因为进了一 啊 然后是 一加一加一是一 啊 是又 啊 进了一位 啊 进了一 所以一加一是零 又进了一 所以一加一又是零 所以进位 啊 就这样而已 啊 这是很简单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代码 这是最小最小的那一颗 啊 用C来写的部分 那么 我们又加了一颗 啊 就又加了一颗C的 然后这两颗呢 就合成一个 小的 啊 Fasad 小的四合院 就合成一个小的四合院 好 那这个小的四合院啊 又叠成一个更大的四合院 啊 你看 这里头的用了他的文面 有没有 这是大的文面 用了小的文面 OK 好 就这样子 所以大四合院 要用小四合院的门口 啊 那这样就构成了 我们的 这一个 啊 多层的 这个Fasad的结构 所以呢 这里头呢 就是做整个 这个加法的运算 啊 加法的运算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再谈太多了 啊 那这个部分呢 啊 啊 有空再给你 啊 看看 那我只要是说明 他的这个啊 Fasad的结构 OK 所以从上面的换例 都是以Java来写的啊 啊 这个 这个 Hava Add等等类 在下一个翻译里头呢 我们就真正的 用西语言来写咯 然后可以把它包装成 Share Library 然后呢 就可以展现出来 我们在Fasad的 这个Pattern 应用在 对不同语言的 包容性咯 啊 我们 啊 不只是不同语言 还包容了 硬件的改变 啊 所以就把这个Fasad的Pattern 发挥到极限咯 啊 发挥到 跨的是Java跟C++ 两种语言 的这种变化 还包含了 硬件的变化 还包含了 软硬件的 这种 啊 整合产品的开发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咯